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一个烦恼 iPhone 的 ringtone 特别单调 而且也不太好听 通过 App Store 我们找到很多的 Apps 都是需要在 Music Store 买到那些 Music 才可以更改那些 ringtone 那么这一集我就会跟你分享 如何免费而且又是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s 就能更改你 iPhone 的 ringtone 的方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神浩 一个喜欢 Apple 产品的 KOL 如果你对苹果产品的使用方法和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声浩TV 更改 iPhone 的 ringtone 之前 我们需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 iPhone 的 ringtone 只可以接收 M4R 的格式 以及这个 ringtone 不可以超过 40 秒 再没有开始之前 我希望你准备 5 样东西 第一 就是你喜欢的歌 第二 你的 iPhone 第三 iPhone 的 Lightning Cable 第四就是电脑 可以是 Windows 或者 Mapboot 第五就是 iTunes 啊 对了 你的电脑是需要连接 Wi-Fi 的哦 当你准备好这个 5 样东西过后呢 那么就可以去下一个 Step 了 - 首先呢 你的电脑必须 install iTunes 了 Windows 电脑呢 是需要特地上网去倒入这个 iTunes 的 而 Mapboot 呢 它就已经有 build-in 自己的 iTunes 了 - 这里呢 我就推荐一个网站哦 它除了可以把歌曲转换成 M4R 之外 它也可以让你设定时间 这个就是那个 ringtone 的 URL 哦 叫 ringtone maker 所以这个 ringtone maker 的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有一个 Start Time 跟 End Time 这边可以混合成 M4R 跟 M4R 跟 M4R 所以我们把这首歌 拉进来 到这里就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歌曲哦 当然我们不一定会把整首歌都使用 因为我们只有 40 秒的时间 OK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还可以 Play 来试听 一定要把它放成 M4R 哦 然后这边呢 它还会再给你试听多一次哦 然后确定了 然后就可以按道路了 道路好的 M4R 呢 就会在你的道路的 folder 里面 这里你可以更改它的名字 当以上的两个步骤都做好过后呢 我们就要去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了 当然这边如果你跟着我的 Step 一个一个做的话呢 那么就很容易啦 首先呢 你需要通过 Lightning Cable 连接你的电话 和你的电脑 连接好后呢 你要打开 iTunes 然后你就会在左上角呢 看到 一个电话的 icon 当你把那个线插好过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标志哦 这是你的那个电话 所以你点击它一下 点击它了过后呢 在这个 Summary 这边呢 你就可以 拉下去 然后在这边呢 呃 我发现了有些电话是需要设定的 有些不需要 不过 这里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哦 你可以使用按这个 Manual Manage Music and Video 点击它 然后按单 再按这个 Device 在左手边的 Tone 点击它一下 这是之前我放好的那些歌 然后呢 我再把 刚刚 Convert 好的那个歌 我拉进来 嗯 它就在这边了 其实它这里是同步的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了 要设计那个 Lintone 其实要点击这个 Sound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Lintone OK so 现在它就只有这三个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爱道星球毁灭呢 拉进去我们的 iTunes 的 Tone 里面 然后现在它已经加进去 这个 iTunes 了 你看看我们这边 它也加进去了 如果你拿一个 MP3 或者其他模式 也是拉不进来的哦 你看 它是没有在这边的 以上呢就是我和你分享的 iPhone 的使用技巧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当然 如果你在使用 iPhone 上面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是你觉得 iPhone 有什么使用小技巧 或者是 App 欢迎你推荐给我 那么我是陈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